银牌 在国内我们都是叫她太极美少女 真的五位选手每一位出场给的感觉都好像是不时辰煎烟火的仙女一样 发曼云也是这一次武术项目的一个夺金的热门的一个人选 也是相当有自信 嘴角不经意的上扬 是 她选的音乐是上海参 对 好 这个动作表现得相当好 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的晃动 好 连接动作稳定 好 到目前为止表现得都相当稳定 对 有发挥到她的实力 各位可以看到在整个套路里面选手会尽量的去利用到整个场地 不管是各个角落或是说在中心线 它其实都会尽量去运用到 那这个场地的运用在一个平分上面也会被影响 好 还好 这个动作也做得很好 它整个表现再加上它的这个表情的这个上面来看 其实让人家会觉得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享受 嗯 好 它的腿其实也相当的好 好 这个时候音乐的节奏性加快了 是 这个表现得很棒 我其实这个时间跟节奏上的掌握其实都相当的好 在我们认为考证有点慢的情况之下它开始速度变快了 好 继续进入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过程 好 最后的这个动作也非常的优美 好 在曲目落定之后 范范云也做了收尾的动作 现场的观众给它热烈的掌声 非常有实力的有个选手范曼云 他在派极拳项目呢是压轴出场 相信大陆大陆队现在应该是非常的紧张啊 因为他们四军力敌 在某些角度来看 其实贩卖员的表现甚至超越中国队 在某些角度来看 的确是有做到急杀急停 然后动作也非常的流畅柔美 其实都把这些因素都编排在里面 看来练舞蹈之前可能真的要练一段时间的舞 练太极之前真的要先练一下舞蹈 这个表现力才会够 所以当它成为一个竞赛的项目的时候 有时候它就不是只单纯讲强身而已 你要在意的是它的整个呈现的方法 呈现的感官上的感受 那除了这些感受之外 其实人家也会在意你这个动作 它到底是在做什么动作 它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它到底是弓还是防 它的确地龙也是做得相当的漂亮 我们看到成绩 9.80